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131章 刀到宗师 叶轩等人神色顿时凝重了起来 倒不是受畏惧 而是这一次 竟来了一位刀到宗师 而且还是如此年轻 显然这已经不单单是 唐国在针对他们了 这背后必定有 仓母玄苑 暗戒 甚至那大云镜的大云帝国 长刀男子等人速度极快 气势如虹 明明只有二十来人 却有千军万马之势 是 长刀男子等人未到 是已经率先下来 而这就是这股是 竟硬生生逼停了 叶轩等人身下的黑狼 就在这时 陆半庄突然看向叶轩 你打他 还是我来 叶轩想了想 然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您请 陆半庄点了点头 剩下那二十人交给你 其余兄弟先撤走 任何人别说废话 立马走 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直接飘了出去 速度太快 他身后竟然都出现残影 在众人目光之中 陆半庄自空中一脚点下 像蜻蜓点水一般 然而就这么一点 竟硬生生破开 那长刀男子的刀势 长刀男子眼瞳微缩 下一刻 他持刀朝上猛地引温 撕裂一声 空气直接被撕裂 陆半庄依旧是一脚点下 砰的一声 长刀男子顺退数丈之远 他刚退下 他脚下大地 就瞬间军裂开来 长刀男子死死盯着陆半庄 你不是吴宝之人 陆半庄环步朝长刀男子走去 吴宝 我指认妖孽吧 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直接飘了出去 不远处 叶玄身旁 叶梨突然说 大街是摇孽帮上的 摇孽帮 叶玄微微点头 没有多想 见到陆半庄能够 抗衡那长刀男子之后 他说 你们先走 声音落下 他腰间的灵袖剑 直接飞了出去 不远处 一名铁甲男子 持刀猛地朝夜悬 灵袖剑就是一匹 灵袖剑直接崩碎 那铁甲男子长刀 然后长驱直入 刺在铁甲男子盔甲之上 但是 那铁甲竟然硬生生挡住了灵袖剑 不过 铁甲男子被灵袖剑这一剑 直接朝后连连暴退 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握住灵袖剑 下一刻 灵袖剑一个横销 那铁甲男子脖子处 一船而过 刺的一声 一颗血淋淋的脑袋 就瞬间飞了出去了 远处夜里等人 在夜宣冲出去那一刻 便是直接骑着黑狼 朝远处冲去 走 对于陆半庄来说 他们从未未看过 这个时候 不是讲什么一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 对于叶璇和陆半庄而言 人越少 他们越好走 在夜里等人离开之后 叶璇瞬间被 19名铁甲男子包围了起来 而这一刻 他再也无法做到秒杀了 因为那19名铁甲男子 攻守统一 他现在完全没有机会秒杀 不仅没有机会秒杀 反而有被压制的迹象 而另一边 陆半庄则是压着长刀男子打 叶璇心中很是震惊 长刀男子可是一位刀刀宗师 然而陆半庄竟然压着他打 真的不简单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陆半庄突然说 声音落下 他突然一掌拍在地面之上 轰的一声 他与那长刀男子周边大壁 直接掀了起来 沉寂一瞬 一道人影突然飞出 这道人影正是那长刀男子 长刀男子足足飞出 实际丈远 而陆半庄则突然出现在夜玄身旁 下一刻夜玄左右两边 数名铁甲男子直接被震飞 紧接着陆半庄提着夜玄朝前 就是一个急冲 这一冲竟瞬间冲出五十丈之远 而当长刀男子等人要追的时候 陆半庄和夜玄已经出现在百丈之外 与他们彻底拉开了距离 不过他们还要追的时候 一道声音却突然自他们耳边响了起来 莫追了 此女子乃中途甚中 咬你帮帮上吃人 妖孽帮 闻言长刀男子双眼顿时微眯了起来 青州有五帮 而中途神州有妖孽帮 而这个妖孽帮的含金量 可不是五帮能比的 要知道 这妖孽帮可是青仓界所有天才的目标 能进榜的都是青仓界最为妖孽之人 长刀男子沉上说 上面准备怎么做 沉默片刻之后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等待命令 上面已经派人前来 长刀男子点了点头 宁声说 妖孽帮又如何 我下喉刀 必杀之 下喉刀 青州五帮 第六 随着夜璇等人的离去 最先楼的强者也纷纷撤走 但是 事情却还未结束 某处 陆半庄提着夜璇突然停了下来 而此刻夜璇脸色苍白 气息混乱 像得了重病一般 速度太快了 陆半庄刚才那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已经不正常 可以说 如果不是他修炼出金身镜 还是会直接被撕碎 陆半庄看了一眼夜璇 你不仅修武修剑 这肉身也这般了得 可有兴趣 去中土神州床床 夜璇拍了拍 自己有些发闷的胸口 然后点了点头 会去的 陆半庄点了点头 然后吹了一声口哨 很快 两头黑狼自远处跑来 两人跃上黑狼 眨眼间便消失在不远处 夜璇和陆半庄骑着黑狼 一路狂奔 两人速度极快 不到半个时辰 便追上了夜璃等人 在见到夜璇和陆半庄没事的时候 夜璃等人皆是松了一口气 很快 众人来到贵南城 这一次城墙上没有士兵 不仅如此 在他们来到城墙下的时候 城门突然倒台 一名老者迎了出来 老者快步来到夜璇面前 微微一礼 夜公子 还请随我来 在老者带领之下 众人进入了城中 而当他们进入城中 十几名黑炮人 立即出现在他们四周 其中有八人都是神和静 而这些人 都是最仙楼的强者 就这样 在最仙楼等强者的护送之下 夜璇来到最仙楼之中 那十几名黑炮人 则是戒备地守在四周 夜璇 在得知夜璇出现在唐国境内时 江国的五楼主 立即通知唐国的最仙楼 要全力保护 不仅如此 就连青州那边三楼主 都传话过来 要尽最大努力帮助 虽然夜璇和仓墓学院 还有案件 成为死仇 但是最仙楼可不管这个 对最仙楼而言 他们现在已经和夜璇师徒 搭上了关系 这个时候 他们自然是要努力 极力地拉拢的 凡是有两面 最仙楼会因此得罪 仓墓学院的核案件 但是他们也会因此得到夜璇 与夜璇师尊的友谊 房间内 众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坐着 而最仙楼早已准备好了饭菜 不仅饭菜 还有一位医道宗师 给众人疗伤 这待遇简直不要太好啊 众人显然已经是很饿了 对着桌子上的饭菜 就疯狂地扫荡 不远处 最仙楼的老者 则是安静地站着 夜璇面向老者 老者连忙微微一理 叶公子 可是有什么吩咐吗 怎么称呼 叶公子换的无管是即可 对了 我们八楼主已经前去探查消息 待会儿就会回来 夜璇点了点头 多谢了 老者微微一理 他看了一眼夜璇等人 然后悄悄地退了下去 不远处 林寒突然问 你跟最仙楼很熟 叶玄点头 很熟 林寒点了点头 这最仙楼在中土深州 也是名声极大的 一点都不弱苍母学院 和苍蓝学院 他们竟然如此待你 你很不简单呢 叶玄笑道 诸位也不简单 不是吗 林寒黑黑一笑 没有说话 他们这里的人 其实都不简单 这时 叶玄突然说 之前缴获了一批 极品灵器强弩 这批极品灵器强弩 我想留着 我分金币给你们 一旁陆半庄突然摇头 你留着 不用分 叶玄面向陆半庄 陆半庄 弹上说 交你这个朋友 莫拒绝 一旁 叶玲啃了啃鸡腿 然后点头说 大姐说的是 那批极品灵器 就送你了 就当我们 交你这个朋友 林寒 林寒点了点头 叶玄是一个爽快人 也是一个将义气的人 你这个朋友 我们交了 叶玄还想说什么 陆半庄 却是看了他一眼 说着就是 大家一片心意 莫要扑嘛 日后 我等也不会跟你客气的 叶玄想了想 然后点头说 那就谢谢 诸位兄弟了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 突然走了起来 中年男子 看了叶玄等人一眼 然后他抱了抱拳 诸位 在下 唐国最先楼 八楼住 众人也是起身还礼 因为这位八楼主 可是万法经 八楼主 走到叶玄面前 沉上说 叶逍遥 情况颇为 有些不妙啊 叶玄眉头为重 怎么 八楼主 看了众人一眼 据我得到消息 苍木选员和暗杰 在青州那边 开出天假的杀你 目前为止 五榜之上 已经有三位 朝这边赶来 甚至可能排名第一的人 也会来 因为苍木选员和暗杰 开出的天杰 中品武器 和天杰 中品功法 除此之外 还有明杰 上品灵器一切 说到这里 他微微一颤 这还不算什么 据我最先楼大谈道 他们不知用什么 说服了 大云帝国的 考山王 现在大云帝国那边 也已经出手 之前你们遇到的 那黑衣强弩队 就是大云帝国 派来的人 而现在 他们可能直接会对 江国施压 甚至直接派强者赶来 或者说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叶玄等人沉默 八楼主又说 还有中土神州那边传来的消息 苍木学院和暗杰 已经从中土神州调人前来 说着 他看了叶玄等人一眼 他们这一次是来真的 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那种 就在这时 陆半庄突然喝了一口水 然后将碗重重砸在桌子上 叫人 一旁 林寒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大姐 妖孽榜上的 也要叫吗 陆半庄 诞生说道 行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